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分享真眼书十二章 内心智慧出言谨慎 你喜爱知识喜爱智慧吗 你又是如何喜爱知识智慧的呢 圣经说 一个人如果真的喜爱知识喜爱智慧 他就一定会喜爱管教 而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 一个人是怎么样表达出自己无知的呢 就是恨恶责备就表达出无知了 本章里面提到很多次关于言论的问题 十二章第九节 被人亲见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实物 一个人就算被人亲见 却有仆人强过那些自尊爱排长的人 其实他是缺少实物的 你愿意成为自给自足的人呢 还是成为爱排长 其实缺乏实物的人呢 第十节告诉我们 义人和恶人 相差是很大的 义人恶人大不同 他们的差距很大 义人呢 连牲畜的命 他都会顾惜 恶人呢 就算怜悯 都是残忍的 所以恶人的怜悯啊 咱们都是不能要的 都是不敢要的 十一节 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宝石 追随虚伏的却是无知 一个人耕种自己田地 再怎么样 也会得宝石 这就是我们自己常说的 自己开店 自己有个自由职业 总是比在人家那里工作 要来的自由 虽然自己干一份职业 自己做一份事业 也是蛮辛苦的 但是起码 有在人那里 所没有的自由 比较自由 这表示世界上 没有一份事业 是完美的 但是 如果你想要比较自由呢 就耕种自己的田地 不管做什么 追随虚伏的 讲排长的 却是一个无知的人 现在我们来看 12章16节 愚望人的恼怒 立刻显露 通达人能够 忍辱藏修 2020年 我们希望 有忍辱藏修的能力 愚昧无知的人 他的恼怒啊 是马上就显出来的 所以忍辱藏修啊 是一种能力 我们求神 在2020年 给我们 提到能力 这个词啊 不仅仅是 传福音容易 使人得救 能够 医病赶鬼 这些当然也是能力 但是能力 这个词的范围 是很广的 忍辱藏修 也是一种能力 另外呢 不抱怨 也是一种能力 你知道有些人呢 就是缺乏 不抱怨的能力 他们缺乏吃苦的能力 稍微吃点苦 就抱怨 所以2020年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要求神 给我们多一点 吃苦的能力 多一点 不抱怨的能力 这些能力 都是非常重要的 十八节 说话浮躁的 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头 却为依人的良药 所以 如果我们 有智慧的话语 随时能够 给人带来医治 但是同时可怕的 它是一个好消息 同时也是个坏消息 我们随口 张口就来 张口就可以说话 但如果我们 不是智慧人的舌头 我们随时 也可以伤害人 舌头真的很可怕 他带给我们好消息 同时 他也带给我们坏消息 二十节 劝人和睦的 便得喜乐 这句话 不妨去尝试一下 劝人和睦的 便得喜乐 使人与上帝和睦的人 有福了 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一定要使另外的人 去做神的儿女 使另外的人 和上帝和好 这样我们便得喜乐 得人的喜乐 我们再看 二十四节 殷勤人的手 必掌权 懒惰的人 必服苦 一个人 如果怕吃苦 不愿意殷勤 他就不能掌权 他如果怕吃苦懒惰 最终会吃更多的苦 必服苦 如果一开始 甘愿吃一点苦 将来 他就不会成为一个 服苦意的人 他就会成为 一个掌权者 人心忧虑 屈而不深 一句良言 时心欢乐 什么是好话呢 好话 有一个特点 会叫人听了 欢乐 好话 有一个特点 会提神 会叫人的精神 振奋 这就是好话 二十七节 懒惰的人 不靠打猎所得的 殷勤的人 却得宝贵的财物 在公义的道上 有生命 其路之中 并无死亡 我们祷告 天父 让我们内心 生出智慧 让我们说话谨慎 随时带给人医治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